之前在第五周的课程开始的时候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几条常用的球导公式 还有不定积分的公式 但想了一想 还是觉得应该再简单的讲一下球导和积分的运算 因为我怕有些同学连高中的球导和积分都忘了 这个导数的定义呢 其实是从一个高中的书本上来的 它是设S0是弹数Y等于FS定义域上面的一点 如果这个质变量在S0处有增量 DELTA S 这个增量就是它加多了一点点 然后这个函数值Y也引起相应的增量 这个DELTA Y 比如说在这个几个 这几个几个 这个函数里面 你S是在这个位置的 那么它的增量比如说你增加了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那么它的这个 你增加了一点比如说对着这个点的 这里 那么它这时候的增量呢 你看它的对应的函数值是不是增加了 增加了这部分呢就是DELTA Y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的话比如说 刚才这个点 这里有一个点 它增量增到这里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个DELTA S 这一段 这一小段 这一小段就是DELTA Y 那它在这一段的那个 DELTA Y 比上这个DELTA S 就是在一段 这一段范围的一个 增量的平均变化 就叫做这个函数在这个点 S0到S0加DELTA S之间的一个平均变化率 因为你看到刚才 它才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这个DELTA S 你会说在这段范围里面 这个Y平均 是怎么变化 就是DELTA Y 比上这个DELTA S的话 这是一个平均变化率 当我们将 这个DELTA S 取得越小的时候 这个变化率呢在每一点的变化率 就会越小 比如说取到这 越小越小 那么当我们 当我们这个DELTA 0 趋于0的时候 这个变化率就变成了 在这一点上的一个导数 它的导数它的定义就是 原始定义就是 从这个极限上面出来的 就是这个DELTA S 在趋向运龄的时候 它的变化率 就是在这一点上的导数 我们知道 当它趋向运龄的时候 其实对于一个曲线来说呢 每一点它的导数都是 它那一点 切线的斜率 就是导数的集合 就是导数的集合含义 那么其实我们 在使用的时候 已经总结了一些 常用的导数公式 我们不必要是根据 这个定义去求解每一个的导数 比如说常见的就是常数 常数的导数就是0 然后s的a次方的导数呢 就是as的a-1次方 比如说像这个 s的3次方 你求导的话 就是等于3s的平方 下面这个ls的导数就是s分之1 也是很简单 然后es的导数也是es 这个比较常用 因为e这个自然 自然对数 e这个数 在这个正态分布里面 它的干净密度不是有吗 如果 所以后面你要对这个 正态分布的一些 这个干净密度 做一些积分的话 它的求导或者是 它积分 它的形式不变 就是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a的s次方的导数 比如说是2的s次方 那么它的导数呢 就是4等于2的s次方ln2 就好了 那么这里就是一些 比较常用的一些求导公式 导数 导数的定义 其实就相当简单 我们只要掌握了这些 常用的求导公式之后呢 求相应导数 也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现在我们目前 学到的还没有求 还不需要求导 但是在后面 学到什么像 其他估计法 那么就需要求导 我们先在这里预计一下 基本用到这几个公式 如果后面用到其他公式的话 还会给大家 就是最基本的几个公式 求导也有一些试着运算 比如说两个函数加减的求导 就是分别求导要再加减 比如说像你要求导 s平方加上2的s次方 你对这个求导 就相当于s平方求导 再加上这个2的s次方求导 那么就是等于2s加上这个 2的s次方ln2了 这比较简单就是加的 呃乘的话 乘的话 就是先一个不变一个求导 乘起来再加上另一个求导 原来那个不变 比如说刚才的 像这个2的s次方乘以这个s的平方 这个求导呢 这个求导就是 先2s不变 那么对s平方求导 然后再加上这个 对2s求导 然后再 s平方不变 反正就是一个求导一个不变 加上另一个求导 原来这个不变 所以就等于2s乘以2的s 加上2的s次方 这个ln2的s平方 就这样子 这个除法呢 除法就比较麻烦了 它跟存法有点像 不过这里呢 原本是加号 这里变成减套 既然是有减套的话 我们一定要先要注意顺序 顺序在于 在于这里 你分母 分母这个函数v 一定是先在减套那边被求导 原来那里不求导 最后再处理一个v的平方 就是除法 除法要比较注意一下 比如说也是这个2s的平方 2的s次方 除以这个s平方的求导 那么它是先要上面这个不变 下面这个求导 上面这个求导 下面这个不变 然后再减去下面这个分母的求导 乘上这个分子 然后最后别忘了 最后要除以这个分母的平方 就是s的4除法 这样求导出来 就可以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用到求导了 因为其实求导它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就是它 我们可以通过求导来找出一个极枝 比如说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它有一个函数的图像是这样子的 那么其实呢 因为它每一点的导数 每一点的导数就是等于该点切线的一个斜率 那么当它的导数是小于0的话 导数小于0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在这里它是一个 成一个 单调减的 单调地减的一个趋势 在这里的话 它导数大于0的话 它就成一个单调地震的趋势 那么如果它在某一点它导数为0的话 而且它 比如它在 它在极枝点 极枝点一定是导数为0的 也就是说它的导数会是这样子的 那么极可能它在这一点就会有一个极枝 怎样才算一个极枝呢 比如说 我们再重新换一个左表写 它是一个这样的函数 这里呢 算一个极枝 这里算一个极枝 先增加 然后过了那个极枝点就减少 成一个减少姿势 那么在这一个范围里面 它就是一个极大值 那么在 这里这一段范围 或者更大一段范围里面 它就是一个极小值 极枝都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那么我们看到 要求极枝 首要条件它就是一个 它的导数 导数要为0 而且在这个导数之前的导数 比如说这个点是一个 s0 那么如果它小于s0 它的导数都是大于0的 大于这个s0到这里 s2 s1吧 从这个s1到s0之间 它的导数都是大于0的 从这个s0到s2之间 它导数都是小于0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大致地画出 它图像是先帧后减的一个函数 所以它在s0那里导数又是等于0的话 它就有一个局部的极大值 反过来 反过来如果它是 这是s3 s4 s0一片吧 从这个s3到s0一片呢 它是导数小于0的 从这个s0到s0一片到s4 它导数是大于0的话 那么它就呈现一个先减后夹的一个这样的形状 所以它在这个s0的时候 它导数为0的时候呢 这就是一个极小值 我们在后面求这个 求那个极大释然估计量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对它求导呢 就是因为为了让它的函数 要求什么时候它的函数才有一个极大值 所以就要求导 求导令它导数的于0 这就是为什么要令导数的于0呢 然后说完了求导 我们说一下积分 我们知道其实求导跟积分 是一个互利预算的 积分最初呢 是源自于 要对一些曲边的 梯形要求它的面积 比如说这是一条曲线 我们要求这个曲线跟这个s轴之间 加成了这样一个不规则的图形的面积 直接求肯定很难求 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思想 叫做分隔 首先把它分成一个 一段一段分成一个小 一组组的小矩形 分成这样子 这样子 那么它就有一些矩形呢 有一些是在外面 有一些是没包括到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些小矩形 全部把它这些小矩形的面积加起来 就近视等于这个不规则的图形的一个面积 通常为了计算方面呢 这些小矩形的边呢 我们都用delta s 就是让它们等长这样来算 然后近视取值呢 它每一个高呢就是在 比如说这是a 就是a加delta s 那么我们就取a加delta s的一个 一个值去代替它的高 嗯 一般取中值吧 它其实这里呢 认取都是在这个s-1到s-1区间 认取一个值去代替它的高 嗯 因为啊 其实认取一个值都可以 因为当你的这个矩形的边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密的时候 它的近视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嗯 所以其实你认取一个都可以 你认取一个作为它的一个高的话 那么它的一个面积就近视于 嗯 就是delta s就是它宽 这个f的这个就是它的高 然后把它所有的加起来呢 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是近视于这个 矩形的面积 那么我们要取极限 一旦取极限这个 这个 把它分成了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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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很小的一段 这个delta s不断的接近于0的话 那么它的它的矩形的面积 就会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这个 啊 曲边t形的面积 最后就可以拿到它 它曲边面积啊 就取向于0就是n 曲向于无穷分成 分成啊 无穷多分的话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这个曲边t形的一个面积 所以呢 定积分的定义呢 从刚才的一个分割 近视替代求和 要曲极限 我们可以 得到这个 啊 定积分的一个含义 一个定义 就是把刚才这里 因为刚才啊 这一块叫做 这个曲线 从A到B的一个定积分 因为DELTA 因为DELTA S就取是B-H 为这个N的一个积分 所以定积分的含义呢 是这样子的 一个曲极限 所以说 其实这个 无论是求导 还是求积分 它们的本质上 都是一个 曲极限的一个运算 当然呢 我们现在的运算呢 呃 还是不需要 要从这个极限 这个定义入手 因为我们 呃 前年做了很多工作 归纳了很多 常见的积分公式 或者积分方法出来 如果每次你都要取极限的话 那就太麻烦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呃 定积分的一个 定义式子 这个呢 这一个好像一个大F 但是没有一横的 叫做积分符号 那么这个 这个Fs就是一个 背积函数 那么Fs乘上这个Ds呢 就是一个 背积函数的表达式 其实这个Ds 就相当于这个 Deltas Deltas不断 啊 Deltas的极限 区域0的循环就是Ds 一个微分 一个微分符号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 Ds这里的 后面这个 这个 叫做这个积分变量 呃 如果 如果 呃 因为我们在 分布函数中 定义的是一个 变上限的积分 什么叫做变上限的积分呢 呃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分布函数 不是定义成这样吗 就是 呃 从这个 负重到这个 S F T DT 我们的 F S 就等于 这种变上限的积分呢 就是 你看一下 这里的 S呢 其实也是一个变量 它 它是不定的 但是你在积分运算中呢 你就把它 看成一个常数 因为我们只要 在积分运算中 只要关注这个积分变量就好了 除去积分变量的其他 其他一切字母 什么表达 表达是什么 都是一个常数 都是跟它没关系的 我们只要关注这个积分变量就好了 所以呢 如果这里 用S 表示这里用S 表示的话 那么他们 如果是同一个S的话 那么积分起来就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要区别一下 他们到底这个 这个上限跟它的这个积分变量 是不是同一个变量 一般来说 在我们接触到的都不会是同一个变量 如果是同一个变量 就是念中而他论了 所以我们的分布函数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有写成是 从0寄到S就是FSDS的话 我们要注意一下 看它有没有写错 很容易犯这种错误 那么这个A呢是积分下限 这B是积分上限 这A到B呢是一个积分区间 这个定积分的几何含义就是 其实就是这条曲线 FS 从这个A到B 以及这个S9 就是这个不规则的曲边T型 等远几 就是这个定积分的一个集合含义 有很多同学不理解 他为什么说 这个连续型的随机变量 为什么它等于某一个数的时候 它的概率是等于0呢 你想想 它比如说是一个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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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的吧 大概这样子 画的也不一样 那么你要求它 比如说等于1的情况 S等于1 就是 就是 就相当 S等于1 一般来说 这个 我们求的概率是 它 这个点 到 跟这个 S9 然后跟这个 两边的积分区间的一个 直线构成的一个面积 那么你只有S等于1 只有一条线的话 一条线有面积吗 一条线没有面积 所以我们只要 只能算它是等于0 一条线是没有面积的 你 你只能 就好像一个点没有长度一样 一条线也没有面积 这是一个维度上已经不一样的东西了 所以在这个 连续型的学习变量里面 等 等于特定的某个值 它是没有的 它的概率都是等于0的 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怎么计算这个定积分呢 我们有这个很伟 很伟大的这个牛任来不离之公式 我们不需要从这个 定积分的原始定义去计算 求极限 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 求出这个 背极函数的一个 圆函数就好了 什么叫圆函数 只要这个 大fs 它求导的 你这个小fs 那么大fs 就是小fs的一个圆函数 比如说原来你的这个 你的fs是这个的话 那么它的圆函数就是 s带a脂肪 但是你也是也错 我们来对比一下 刚才讲到的一些 简单的 求打的公式 都可以反过来写出 它们一个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 为什么叫做补定积分 补定积分 补定积分跟定积分之间有什么差别 差别 差别就在于补定积分 它是没有积分上限和下限的 就是你只写一个积分符号 但是没有上限和下限 所以这时候没有上限和下限呢 它全部在后面要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c 为什么加一个c呢 因为 因为你想想 一个常数的导数是等于0 所以你这时候加上一个常数 加上一个什么样的常数都好 它求打使用是等于这个的 所以要加上一个 表示一个常数 那么可以反过来对应一下 比如说 s的a次方求导是等于a的s的a-1次方 那么我们要对s的a-1次方要积分的话 就可以反过来得出它原来的积分 你算一下这个求导就等于这个 那么所有的反过来都可以得到这个 最特别的就是es的 无论积分还是求导 它还是自己es 就是定积分的计算 一般来说 应该只需要用到这几个公式就好了 三角函数的话 暂时还用不上 下面讲一下定积分的一个基本性 是有助于它的计算 一个就是有些 如果它有一个常数 这是常数k 你要对它kfs积分的话 这个k可以不管 把它提出来 只要对fs积分就好了 比如说 比如说 你有一个对一个0g到1 有个3s的平方ds的话 你这3可以不用看了 可以把它直接拉出来 其实就是3乘以s平方的积分 从0g到1 这样子 这些常数都可以拉出来 然后下面这个呢 两个函数的加减 它们都可以分开来积分 跟求导有点像 比如说 从0g到1 这个2s平方加3s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先对2s平方积分 再对3s积分 这都一样的 当然 乘法就没有 乘法就不能分开 分开算了 没有这个性质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还有就是一个 它关于一个积分区间 有一个可加性 你看一下这里 是从a积到b的 我们中间可以插一个 在ab之间插一个c 从a加到c 再从c c积回b 只要这个c 是在ab之间 任意一个数都可以 你不止一个数 你可以取两个数 三个数都可以 在这里 把它分成无数段 都可以 记下来 只要 这个 这里 跟这里一样 这里跟这里一样 头尾 是没变的话 它就可以 全部都加起来 是相等的 这是一个 可能它分成 两个不同区间 有时候 有些函数 比如说先 一些分段函数的话 你就要 需要将它 分成不同的积分区间 去积分 然后很重要的是 一个积分的方法 叫做一个分布积分法 分布积分法 它的定义 就是这样子的 它有 这个 两个函数 就是us 这个ds 讲一下这里 它后面这个积分变量 不一定是一个长s 你可能是一个 你可能是有些 是写成这样子 d的es次方 那么这时候的积分变量 就是es 你要积做es的话 你必须有一个es 比如说它是这样子的 es 然后d es 你这时候es就是一个积分变量 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 你可以做一个变量替换 比如说它等于t 那么这时候这个积分呢 就变成一个t dt的积分 所以它积出来呢 应该是等于t的一个平方 它应该是 就是 从这个 从这个 凝积到1 的es d es 把这个es 看成是一个t的话 那么它积分出来就是t dt 那么t呢 那么t呢 它的远弹数就是t的平方 然后前面要保持它的数字一样 这里要加个二分之一 从0积到1 从0积到1 不再是从0积到1 这里是 应该是1的1次方 1的1次方 所以如果你把t换回去的话 就是二分之一的es的平方 从这个0积到1 而不是这个积分 而不是 不是等于es的 我们注意一下 这积分变量 不一定是单纯的es 不一定是单纯的一个t 它有可能是其他形式 那么有可能是其他形式的话 如果这里是一个d vs 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背积函数和这个积分变量 乘起来这部分 先做一个定积分的 先把它放出来 从a到b的一个部分 然后剩下的呢 就换了一下 原本的积分变量 就变成了背积函数 原本的背积函数 就变成了一个积分变量 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是从这个s乘以1的s次方 从0积到1这部分 积分面量是s 我们要做这个分布积分的话 没有理由把这个 要简化它 我们希望把这个s去掉 或者是怎么样 如果你要把这个放出来的话 就越来越复杂了 因为对这个球导也 对这个存法的球导也不好求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部分放进这里面 它们是等下的 你看des 其实d这个就是一个球导的运算 是一个微分的运算 des就是等于es的des 是一样的 这是一个微分运算 那么写成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个分布积分的公式 这是相当于us 就相当于vs 这两部分乘起来 从0到1的这个范围 然后在后面换一下原本的 它在积分变量这里换成了倍积函数 原本的倍积函数换成了积分变量 那么这个就很好求了 所以最后求出来就是一个1 就是简单的一个奠积分 这个分布积分 暂时我们作业中也不会出到给大家 就是后面讲课讲到一些期望啊 或什么要积分的话 可能怕大家有些看不懂 先给大家讲一下 然后有些同学跟我说 老师我不懂那个干预密度曲线到底怎么来的 它跟干预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干预密度曲线 它本来是从一个 你散型的一个直方图来的 其实在我们用到的数字里面 没有什么是绝对连续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测量精度的一个范围控制 比如说你说天气吧 你天气的温度吧 你你一般都是保留到小数后 小数位后 一位吧 保留一位小数 然后你的天气 其实你跟 虽然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连续的 但是当你曲子的时候 你只能指这个 10.1啊 10.2啊 20.1 20.2 你不能再去往西里去 不能去 20.11 20.12 这些都取不了 因为我们有个测量精度的 的一个限制 所以这时候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 我们 但是我们也不会把它当成一个离散的 所以 我们就 把它一部分一部分 范围的看 比如说你温度的话 就 呃 9度到10度 10度到11度 11度到12度 12度到13度 这些 这些温度来看的话 那么它去这些 这些温度 范围的一个概率 我们可以画一个 脂肪图 脂肪图 比如说这是一个温度 就是 温度应该不服从正态分布 随便的 这是一个 一组 大致上 服从正态分布的一组数据吧 假如这是0的话 可能是-0.5到 -0.1到0.1 要-0.2到-0.1 这样子 这里到这里 那么把它分组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每一个脂肪图中间 每一个 没有 矩形中间的一个点 用个比较圆滑的曲线 连接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 得到一个 很圆滑的曲线 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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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得到的曲线 不过圆滑 我们把这个脂肪图 分得更小一点的范围 越分越小 越分越小 你看越来越小的时候 它不是 近是一个 一条很 很圆滑的曲线 把它终点 把每个矩形 上面的终点 连起来的话 得到一条 非常圆滑的曲线 这条曲线 就是我们的 概率密度曲线 是这么来的 而不是 突然就跳出来 然后说 突然就 突然就画出来的 而是 而是从这个 脂肪图里面出来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 有 100个 浮层正态分布的 数据 标准正态分布就好了 然后画它的脂肪图 这时候它 不太明显 我们可以把它的 脂肪图的 一个 一个 它分组更小一点 但是因为数据量 比较小 所以它体现不出来 体现不出来 它的 一个 它的 有 最大 最大 一 大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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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Q 诶 有错误的吗 没没没没没错吧 没错吧 我们画它的一个概率 概率 概率脂肪图的话 可能是因为它这个数据量太小了 它没有呈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脂肪图 但是我们把它的数据量增大的时候 增大到一万吧 那这时候 忘了写这了 一旦增加的数据量 它就呈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 我们把它的分组再增加一点 然后变40 失败了 失败了 太坚 变40 或者是变 60 你看一下 它分组越小的话 它这些 这些 就会呈现出 越来越像一条曲线了 所以当它的分组无限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一个概率密度曲线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有概率密度曲线 都是求某段 某段概率密度曲线下的一个 一个范围的面积 如果从这段 从1到2 这段 因为它其实本来原本是一个 原本是 原本是 原本是这样吧 从中点出来 再来一次 原本是这样的一个脂肪图 只不过它画得很小很小很小 我们近视了一下 它原本是一个这样的准方图 我们要从1到2的范围 就相当于在这里 将这个概率密度曲线 从1到2 它的积分 所以就是这里的一个 一个面积 就相当于它的一个 落在1到2的一个概率 因为原本我们就是 从这个 脂肪图里面 去定义这个概率密度的 所以 所以从这个概率密度曲线来说 我们都是求于部分的范围 比如说原来这个脂肪图里面 从这个-0.1到0.1 落在这个区间里面的一个概率 落在-0.2到1之间的一个概率 都是一部分的概率出来的 你要求 你要求某一条线的话 刚才也说了 你要求某一个特定的曲纸 就相当于 在这个概率密度里面 求求一条线的 求一条线的积分 求一条线的面积 一条线是没有面积的呀 所以这是概率密度曲线的来源 它就是 本质上就是 一个脂肪图 把它分的再细一点 分的再细一点 再细再细 不断的细下去 也是像刚才去极限的一样的思想 最后就得到这条概率密度曲线了